Hello大家好我是Ruby 最近这个深夜食堂啊 简直是到了人神共分的地步了 我就在我是时候给大家讲解一下了 但是我不吐头 我就给你们分析一下 这个老板和他的店隐藏的一些东西 黄磊在这里边饰演的老板呢 一直没名字 可能和他脸上这个刀疤有关系 有人说是当年他切土豆菜的时候 不小心砍到脸 这纯粹是无忌之谈 我不信 我觉得老板的名字之所以没有人叫 原因很简单 可能是他的名字只要一喊出来 就能唤醒一片腥风血雨 就好像九龙兵市里的浩南阁 这瘸了之后退进江湖 开了一个茶餐厅是一样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老板的真实姓名 应该是叫黄霸天 虽然他隐退了 但是影响力还在 为什么呢 听我细细道来 首先看片头啊 介绍他店里位置的时候啊 这个东红酒绿 龙蛇混杂 有些店甚至连门头都没有 明显的告诉你 这片可能是宰客区专用的 其次你再看这报价 很明显 就是要宰你 啤酒一瓶十块 他可没说是哪个牌子 也没说多少毫升 反正我就要十块 大哈吉啊 四到五块 勇闯天涯多说要六块 烟精六百毫升的啊 三块三 白酒就更狠了 一杯二十五多大杯 什么酒 牛乱三三十八度的 一瓶才六块五 三酒就更便宜了 然后润金 而且他要餐水了 还可以说是日本酒 都数低 你说哎 不对啊 他还写限定 每人酒裂就三杯或者三瓶呢 他要是宰客应该写 丧步风挺啊 要不说 你混不了 黑色贵 人家玩的是 第一个营销 你就说这个 大锅菜吧 二十是不是 这价格 不管咋地都挺便宜了吧 是 问题是 你看他来这客人 有人点过这个大锅菜吗 可能啊 他就是拿个大锅 里边放一片海带粉 大锅吧 有菜吧 杀人不见解 我告诉你 咱再看这客人 首先这位阿宗 最大的兴趣 是到俱乐部里 看表演 哎呀 俱乐部 啊 看拖衣舞 还尝试 真是啊 不啥好玩意 还有 这俩老谭 酸菜 姐妹俩啊 又爱马仕 又博士的 大半夜十二点 来他店里吃泡面 是因为他们家那边 店里连个小卖铺都没有吗 啊 不是 那为啥呢 因为他俩收了黄老板的钱 他俩是托 你看这泡面吃的啊 论根儿甲 真的是如梗在喉 哈 这就是传言中的 吃饱了撑的 这位小兽叔 是那家俱乐部的老板 这位马小姐 龟吾女郎 他俩为啥来吃的 很简单 俱乐部 就是黄老板造的厂子 黄老板为啥 选择在晚上开饭店 就是为了 配合这个小兽叔 这个店 他既能开这个饭店收钱 那边厂子有问题 他也能随时上去资源 小兽叔 那个鸡蛋卷 那是论份卖的吗 那是论块卖 那马小姐为啥也要交保护会 你没听说里边介绍 他很快就爱上一个男人 那他爱上一个男人 之前那个男人 都能和平分手吗 开玩笑啊 你以为你买大白菜 说不要就不要了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黄老板 去解决 所以他每次点的菜的不同 也是根据摆平的难度而定 之后进来有砸场嫌疑的 这个黑社会爱人组 就更加衬托了我们黄老板的威名 那小弟啊 就是一个新出茅庐的孝 他啥都不懂 一进入就杂杂呼呼的 上来就把他老大龙哥的底牌 给露出来了 公司弟子名声都说了 你说你这出来混 最讲的就是一个保密 你这是生怕你仇人 找不到你家在哪 是不是 这个时候龙哥虽然没知证 但是我相信 他内心已经在抵卷了 再玩个屁啊 是不是 但是我们龙哥这次来 其实也不是来砸场 他是来拜码头的 因为三年前 他带这个小弟来找事的时候 龙哥已经感受到黄老板的杀气 当时啊 已经旗鼓难下 感觉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 龙哥怂了 他灵机一动 从一个砸场的 转换成了一个石刻 点了一辈红香肠 黄老板炒的德行 随便给他弄了几个 他还巴巴吃的有筋有味的 表示下次还来 还冷酷话少 他那是话少吗 他那是下的没词了 不敢多说 最屌的还要属于一位 吴同学 一看到那个泡面 眼珠都会瞪出来了 你见过现代人吃泡面 能吃出那种表情吗 不是你别说现代人 你让亚马逊野人出来吃 他都不一定能吃出那效果来 而且还假装 不经意和人家组成个 泡面三姐妹 搞屁 都是妥 就跟电视里那种 一个人演九个角色的 什么老中医是一样的 他简直就是黑暗料理界的神农士 你看这脑瓜的 那个白莲花 是不是就是传统中的天山雪莲 而且他还用化名 伊丽沙白 跑江湖的都没有用真名 伊丽沙白还凑我 他没有叫伊丽猛牛 要不好 那广告费又多了俩金主 行了 你差不多得了 吃完这一趴 一会儿那个凉瓶加年华 那趴你就吃不下去了 黄老板也是够可以 这段做泡面演出了一种洗尽千华的装逼感 如果用王大锤的模式就是 大家好我是王八天 很明显我这窄个儿 虽然我做的是泡面 但是手法跟你们完全不同 首先调料要比你们齐全 而且我是先放料后放水 虽然后来放水的之后的效果跟你们是一样的 但是逼格已经填满了 而且我的泡菜是坛装 如果你非要说我做的泡面和你做的有什么不同 可能就是多了一块牛肉 唉恨铁不成钢 为什么网友对这个片子骂声这么高 真的是期望越大失望越大 导演说如果带入中国的元素 那为什么还要买这个IP 你还不如不买 那你拍的就是一个名字 拍不出灵魂 那还不如不拍好不好 中国的夜宵文化不说博大精神 烧烤小龙虾汤包卤菜 毛豆花生米 扎皮这些起码是标配吧 深夜池塘不是深夜鸡汤啊 只是想在适当的时间找个地方约三两好友 喝两杯小酒谈几句自信话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